为了脱贫 种植父子 一族小伙马查利尔 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早点的时候 早点的时候 就是他买出钱 买衣服穿 买他没去 爱动脑肯吃苦 马查利尔靠勤劳 换来了幸福的生活 拿到钱非常高兴 去买了好喝的 好吃的 种父子养牛羊 他究竟如何一步步 摆脱了贫困 敬请收看本期农广天地 即将为您播出 马查利尔的托贫梦 传播农业科技 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农广天地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人公 名叫马查利尔 来自偏远的山区 他所在的村子 是贫困村 每户一年的收入 不超过两千元 脱贫 过上好日子 一直都是他的梦想 但这看似遥不可及的梦 竟然靠着一样东西 实现了 短短几年的时间 马查利尔的生活 和整个村子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间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故事 火灯村地处大梁山脉 平均海拔两千八百米 属于高寒山区 同时也是遗族聚居区 这里环境优美 蔚蓝干净的天空 七千多亩的安乐湿地 但与之相对的 却是极端的贫困 火灯村比较封闭 坐落于大山深处 2017年之前 一直没有通公路 出入很不方便 因此很少与外界交流 村民靠种土豆 玉米 燕麦为生 由于气候影响 产量品质并不好 也没有任何经济作物 每户一年的收入 不超过两千元 缺吃少穿 生活很是贫困 而如今 这个村子正在悄然 发生个变化 这里是布托县 洛安县火灯村 以前这里比较贫穷 老百姓没有钱 那么大家居住的 都是用这种泥湖起来的 这个房子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全是泥湖的 对对对 而现在 就是很多老百姓 都已经开始有钱了 住上了这种 非常漂亮的二层小楼 现在大部分 都是这种房子吗 只要是 已经脱贫的老百姓 都住上了这样的房子 卢亭平对村子格外熟悉 村里的人也都认识他 这段时间 因为工作 他每天都要来村子一趟 而他的工作 与给村子 带来变化的东西有关 火灯村有1520亩的耕地 其中有170亩 都能见到这种植物 而给村子带来改变的东西 就藏在土地里 我过来看一看 今年这个夫子 长势好不好 看能不能挖 这个长势不好 这个都还没长得完全 差不多再长一个星期 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 根莖类作物 学名叫父子 又称为父片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并且耐寒耐旱 是高海拔地区 不可多得的经济作物 卢婷婷的工作 是回收父子 但今年的情况 有些不同 挖父子的人名叫马查利尔 是土生土长的一人 这些父子都是他种的 他一共种了有四亩多 大概能收获五千多斤父子 以往收父子的时间 都在九月中下旬 但今年都十月中旬了 卢婷婷还没有丝毫收父子的意思 这让马查利尔有些担心 连续看了几个点 卢婷婷似乎并不满意 不好不好 还是当时不好 看样是这个神仲气海的延长 延长一周的样子 由于天气原因 本该九月中下旬就长好的父子 到了十月份 还没完全长成 马查利尔很着急 今年气温低 几场秋雨过后 地上就会上洞 将无法踩蛙父子 马查利尔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在西昌上小学 二女儿也马上到了上学的年纪 儿子年龄还小 除了三个孩子 家里还有残疾的父亲 他一直在等着钱用 女儿在外的生活费 父亲的药钱 自己还打算把房子再修缮一下 而这一切 只能等收完父子之后 以前没有钱 住的就是老房子 后来种植父子有钱了 就住新房子了 自己觉得更幸福了 房子是自己盖的 有好几间 专门盖了一间大的 用来自己住 还有几间小的 有的是用来放柴火的 有的是用来放杂物的 这几年种植父子 马查利尔家里的生活条件 提高了很多 现在住的房子 就是他去年刚盖的 一共有四间 在隔壁就是以前的老房子 马查利尔现在另有他用 他在老家院子里养了几十只羊 和几头牛 每天一大早 马查利尔就要把羊赶出去 靠着多年的积累 他现在养的羊 是村里最多的 勤劳让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成为了村子里富裕的人 但在以前 火灯村是贫困村 马查利尔家是村里的贫困户 人口多 耕地少 年均收入仅一千多元 生活异常艰难 我们地方的土质不好 种的粮食产量不稳定 赶上好的一年 全家人还能吃饱饭 赶上不好的一年 连饭都吃不饱 2010年 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马查利尔决定外出打工 但由于学历语言问题 当时他只能在工地干活 条件非常艰苦 打工的经历 让他切身感受到了 外面世界的发展和改变 在外面打工 经济来源还是比较好的 比在家挣钱容易 也很多 城市里楼房很高 也很多 还有很多没见过的 外面世界的精彩 让马查利尔既慌张又欣喜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存了三千元 那时的他相信 靠自己努力 再也不用为吃不上饭而发愁了 然而家里的情况 让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在外面打工还是比较好的 坚持下去就能攒到钱 但是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 姐姐要出嫁了 父亲有残疾 我放心不下 没办法 我就只能回来 照顾家里的人 干些体力活 为了家人 外出打工半年的马查利尔 又回到了火灯村 村里和走时一样 大家考种植土豆 玉米 燕麦等 勉强维持生计 马查利尔也只能做着跟其他人一样的事 以前觉得一切理所当然 但见识过外面世界的他 突然有了要改变现状的想法 想要摆脱贫困 但是该干什么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 马查阿俄是火灯村村之书 在村子里很有威望 2011年 他带来一个消息 彻底改变了村子的未来 村民的生活 包括马查利尔 有药厂要来这里 跟我们签订单 让我们种父子 他们回收 给的价格比市场上价格高 我还去药厂看了看 我希望 村里的人都能去种植父子 这样有利于提高大家的收入 原来从2011年开始 当地政府采用企业加支部 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 充分发挥村支部的作用 凝聚村民 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种植父子 并且企业作为保障 进行保底价回收 来帮助大家增收 虽然项目很好 但没能打动村民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 村里人就已经有人 种植父子了 这里海拔较高 父子生长缓慢 一年的生长周期 和天然的环境 让父子的品相极佳 然而价格往往不如人意 以前没有订单 大家种植父子 有时候没人来收 人也吃不得 牛羊也吃不得 最后直接到沟里了 市场行情好时 还有小贩来收 价格低时 无人问津 很不稳定 一旦没人要 种植虎将血本无归 渐渐地就没人再种了 尽管有村支书的号召 村民依旧心里没底 但有一个年轻人 愿意尝试 他就是玛查利尔 回到火灯村的玛查利尔 一直想寻求改变 苦于没有机会 他相信村支书 玛查阿娥 拿出三亩地 来种植父子 剩下的地 种植土豆和玉米 保证家里的口粮 有阿娥书记做保证 我觉得坚持种下去 收入肯定就高了 我想改变现在的生活 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玛查利尔决心种好父子 以前总觉得无所事事 往后有了父子 他觉得生活有笨头了 种植父子 玛查利尔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摆脱贫困 可今年父子的品相不好 卖的钱能否满足家里的开销 如果不够 玛查利尔又该何去何从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玛查利尔的托贫梦 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大家都不敢尝试 种植父子的情况下 玛查利尔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而后续情况的发展 让他和村民都大吃一惊 2012年9月 父子收获 母产量有1000多斤 而企业也不负众望 对于玛丽尔的父子 按高于市场的价格 全部回收 12年父子收购的时候 玛查利尔家 然后就收入了有3000多斤 然后当时市场价格一块都不到 那么我们按照呢 就是一块五的价格 当年就卖了5000多块钱 5000多块钱 当时在这里的收入是非常高了 拿到钱非常高兴 去买了好喝的 好吃的 很快 玛查利尔靠父子挣钱的事 在村里就传开了 大家惊讶羡慕的同时 心里也都盘算起来 以前种父子 害怕没人回收 现在有订单了 就有保障了 大家看到玛查利尔种得好 第一年就挣到了钱 种植父子的积极性 自然就高了 玛查利尔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但脑子活络 心细 干事情好琢磨 在大家都开始种植父子的时候 他已经在思考 另外一个问题了 父子的回收是按个头划分等级 个头越大 价格也就越高 五个一级呢 我们都是算的这个一级 那么六个到十个呢 我们一般定为二级 那么十一个到二十个呢 我们就定为三级 同样的父子 一级跟二级 一斤相差近一元 这对玛查利尔是一种诱惑 自己的父子 如果一级多一些 收入将会更高 那该如何提高父子的等级呢 每隔一段时间 村支书马查阿娥就要请专家来村子 给大家指导父子种植技术 这个做法从201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 今天我主要讲就是说 可能有一些父子 我们要留种 来年才种得好 觉得父子呢 首先要嫌 个头比较好的 可能一斤再 六十个一斤的 留种的时候呢 可能一个种子拿下来 又底下的细根 要全部削掉 这样就要来留种 这个就是种子要把地面的细根给它去了 同时呢就要高香农作 我们种的时候要高香农作 就挖开个香 九十公分宽 九十公分宽 一排种四颗 这边呢就是二十公分的细 然后再种下一颗 沟通的障碍并没有阻挡大家的学习热情 马查利尔总是最积极的一个 一有机会就向专家请教 哦得开几香 对九十公分 每个技术点 他都要现场尝试 方便专家执政 2013年 马查利尔就是通过向专家请教 知道了农家肥的重要性 尝到了甜头 这块肤子都是我种的 种肤子是需要管理的 种的时候 先放肤子 再放农家肥 再放林肥 农家肥很重要 用得好 长出来的父子就好 隔大 运用不好 长得就小 差别非常明显 当时家里穷没有牛羊 他就发动全家去山林里捡牛粪 羊粪 然后带回家 按照专家教授的办法 加一些鸡杆 绿肥 草木灰 草木灰等进行发酵 好学 勤奋 马查利尔很快就成了村子里最懂技术的红人 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向他学习种植父子 然而今年他有些担心 父子到底什么时候收 究竟能买多少钱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里 外出打过工的马查利尔 见识到了外面世界的美好 回来之后 他一直有个心愿 要把自家的三个孩子都送到外面读书 如今大女儿已经送到了西昌读小学 二女儿也马上到了上学的年纪 现在大女儿在西昌读书 以后也要把另外两个小孩送到县上读书 就算自己不吃不喝 也要送他们去上学 自己以前没读过书 非常后悔 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不懂 娃娃读书出来有点文化 就可以自己找工作了 马查利尔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勤劳 去年家里的三母父子管理到位 卖了两万多元 几年下来 马查利尔靠父子攒了一些钱 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 还用上了智能手机 剩下的钱全都买了羊 自从种上了父子 马查利尔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可今年由于天气问题 地里种的父子品相普遍不是很好 质量下滑很严重 企业收购价能达到多少 他心里没底 收负子的时间终于到了 各家各户在田地里开始忙碌起来 挖父子要特别小心 不能有损伤 不然就不值钱了 一大早 马查利尔就来到田里挖父子 今年预计收获五千多金 想到一年的辛劳即将获得回报 他干劲十足 第二天一大早 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陆陆续续 运来了很多父子 正式收购在上午九点开始 这个很不错 这个很不错 我看看下面 看看下面 这种也很不错 卢廷平负责把控父子的品质 就是九十六 称完后的村民可以直接去领钱 从2014年开始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落地 火灯村收购父子的企业积极响应实施 并在万起帮万村的号召下 加大扶贫力度 考虑到今年天气对父子的影响 回收企业决定 只要是三级以上的父子 都按四点五元一斤的收购价回收 这比往年一级的父子 还要高出五角钱 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 到了下午 马查利尔才把刚刚收获的 三百斤父子拉过来 尽管受天气影响 但马查利尔的父子 与其他村民相比明显大很多 这让他很自豪 马查利尔家的四母地 母产达到了一千三百多斤 总共收获了五千四百斤父子 收入了两万多块钱 这次卖父子的收入 已经在他的心里 盘算了无数次 总算都可以兑现了 现在这个是五千六百元 准备修修房子 把房顶上的瓦片换成新的 屋顶上总是有动物跑 把瓦片弄坏了 剩下的一部分 给娃娃留作生活费 一部分买衣服 一部分买点粮食 火灯村父子种植面积有170亩 由于难挖 整个收购时间会持续一周 村里老百姓的收入 随着父子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也逐年提高 越来越多的村民 靠种植父子实现了脱贫 种父子精准扶贫 非常有效果 火灯村是我们对口扶贫的村 通过这两三年 种父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金收入增加了8000块钱 父子的收获季节过去了 大家辛劳的付出获得了财富 如今火灯村老百姓的收入 随着父子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而逐年提高 越来越多的村民 靠种植父子实现了脱贫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他们始终坚信 依靠勤劳的双手 一定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